大家好,我是阿忠 平常我们在家里面做红烧肉 不是焯水,就是油炸 那样做豆腐对 焯水或者油炸 那样一是造成营养流失 二是减少肉的香味 今天我们就教大家一款 一不焯水,二不油炸的红烧肉 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 肉香软糯,好吃又美味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首先我们把五花肉给它改一下刀 切成条之后,然后我们再给它改成块 如果我们买的五花肉上面有猪毛的话 要在锅上稍微炼一下 五花肉切好之后 我们把它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碗中 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再加入适量的淘米水 淘米水能有效的去除 五花肉上面粘服的脏东西 加盐也能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 好,我们给它浸泡五分钟 好,五花肉泡好之后 我们用手给它抓洗一分钟 抓洗好之后,我们把它控出来 内容这个时间,我们再准备一点大料 香叶两片 两姜两块 草果一个 草果我们一定要拍一下 给它拍松散 桂皮一块 八角三个 另外,再准备少许的花椒 葱一颗 姜适量 好,所有的小料备齐之后 我们准备上火进行操作 首先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我们先拌锅 我们先拌锅给它润一下 锅滑透之后 我们下入五花肉 首先倒五花肉给它煸炒一下 煸炒的目的 依然能去除五花肉中多余的油脂 也能有效的去除猪肉中的香烧味 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更香更好吃 好,我们把五花肉煸着色紫的金黄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少许的冰糖 我们给它炒过糖色 再加入湿这样的姜片 炒上色之后 我们加入少许的生抽 继续给它煸炒 然后再加入一罐的啤酒 如果一罐啤酒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加两罐 然后把所有的大料放进来 葱放进来 加入少许的酱油调个色 我们刚开始烧的时候 颜色不要烧得太重 到最后我们再调颜色 如果喜欢吃甜的话 里面放点冰糖 不喜欢吃甜的话 就不用放了 我们可以点点盐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盖上锅盖 大火烧开 小火慢炖 一个小时左右 好,我们静等美食出锅 好,我们的肉差不多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满屋飘香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里边的大料给它剪出来 然后大火收蒸 好,大料跳出来之后 我们就大火收蒸 如果颜色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加点酱油 这个时候就可以调味了 加入少许的鸡精 不喜欢的话可以不放 加入少许的味精 如果颜色不够的话 我们再加一点酱油 好,大火给它收汁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关火盛出 好,大家看一下 这样我们这一份色香味俱全的红烧肉吃了完成 我替大家尝一下 嗯 红烧肉入口即化 非常的软糯 一点都不油腻 真是太好吃了 红烧肉 学会了这种做法 绝对让你多吃两碗饭 好,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制造不易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帮忙点赞 转发 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